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财经快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华尔街两大投行摩根大通和高盛的激烈对决 围绕着美股的未来前景展开了激变 摩根大通的乐观预测让人眼前一亮 认为未来十年美股能够保持强劲增长 尤其是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助力 将为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 而高盛则唱反调 认为标普500的光辉年代已经结束 未来回报率将大幅下降 此外 高盛还预测 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 欧元将面临超过10%的贬值 这对欧元区无疑是一计重击 而在新能源车出口方面 中国车企们面临着多重压力 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 让出海之路充满挑战与机遇 究竟市场会如何演变 这场投资的博弈 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哦 我的朋友们 来听听这则关于华尔街大佬们的 互对大戏吧 摩根大通和高盛这两家华尔街的巨头们 再次站在了舞台的两端 对未来十年的美股前景各书几件 甚至可以说是各执一词 摩根大通就像那种一早起来 就活力满满的乐观咖 觉得未来十年美股会继续强劲上扬 尤其是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助推 简直是给美国企业利润率 加了个超级马力 这部他们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重磅报告 名字叫2025年长期资本市场假设 光听这名字就觉得特别厉害 是吧 报告里摩根大通乐观的预测 美国大型公司的利润提升能力将继续发力 预计未来十到十五年的年化回报率 能达到百分之六点七 这比高盛的百分之三预期乐观多了 简直让人感觉像是天上掉馅饼 他们还提到传统的六十四十股票债券 投资组合年回报率预计为百分之六点四 这比去年稍微下降一点 但依旧高于长期平均水平 想想看就像你每天跑步减肥 虽然体重没怎么降 但却能继续享受美味蛋糕一样 心里别提多美了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们还说 尽管高估值可能会拖累回报 但美国的大型股依然会表现得闪闪发光 特别是科技行业 简直就是个惊况 相比之下 高盛的预测却有些低迷 他们认为标普五百的好日子 可能已经走到头 未来十年的年化回报率 可能仅仅只有百分之三 听到这消息 心都碎了 让人不得不考虑 是不是要在投资策略上换个路数 不过摩根大通也并不是完全的 吴脑乐观派 他们表示 全球股票的预期年化回报率 为7.1% 非美国市场的表现 可能更有魅力 尤其是新兴市场的股票 预期回报率更高 达到7.2% 就好像在外面吃饭 隔壁桌的菜香味扑鼻而来 你是不是有那么点心动呢 摩根大通的Money KSR表示 美股的高估值 最终可能需要调整 但稳健的经济和企业基本面 会弥补掉这个问题 他的意思就像是 你在努力减肥 虽然体重秤上的数字 没有太大变化 但身体确实更健康了 说到债券 摩根大通预计 美国中期国债的年化回报率 为3.8% 长期国债为5.2% 虽然收益率不低 但还是比不上大型股的表现 换句话说 股票的魅力依然挡不住啊 至于另类资产方面 摩根大通的报告显示 未来10到15年 私募股权的预期年化回报率 达到9.9% 简直就是投资者的欢喜股了 而美国核心房地产的预期回报率 也上升到8.1% 听起来就像是你找到了一个隐藏的宝藏 美滋滋的 当然 摩根大通也提醒投资者 他们的乐观预测 还是低于标普 自1957年成立以来的 平均年化增长率11% 这就像你考试得了个不错的分数 却还是没达到满分 心里总有那么点惋惜 摩根大通的全球多资产策略主管 张比尔顿表示 当前市场的复杂性 需要一个清晰的投资路线图 他们鼓励投资者 关注能够抵御通胀冲击 和财政风险的资产 债券依然在多元化投资组合中 占有重要地位 听着就像是在提醒我们 在投资这条路上 得顾全大局 看长远 不能只盯着眼前的甜头呀 总而言之 摩根大通和的高盛的这场 谁更聪明呢 争论 就像是两个老友 在比拼谁的孩子更有出息 大家都有自己的理由 不过最终还是得看市场的脸色 未来投资的道路 终究还得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 毕竟水晶球这年头 也不怎么靠谱嘛 而说到另一则令人揪心的消息 高盛最近预测 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 欧元可能会遭遇一个不小的噩梦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哦 听说特朗普上台后 可能会在美国推行高关税 和大规模减税 这对欧元来说 简直是雪上加霜的节奏 如果特朗普真的重返白宫 欧元可能会贬值超过10% 这就像你去买东西 结果标签上的价格忽然增加了一截 钱包瞬间就瘦了一圈 那感觉可真不是滋味 高盛的分析师 Michael Keyfield指出 如果特朗普当选 新一届美国政府 可能会对外征收至少10%的关税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 可能会跌破评价 甚至跌到0.97 这可是自2022年底以来的新低水平呢 此外 KHill还提到 美国大选可能会在很多方面 改变会市的格局 听到这里 真是让人捏一把汗 高盛认为 不同政策结果相关的风险 倾向于美元进一步走强 听起来就像美元在得意地宣称 我就是最强的 那么欧元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今年初以来 欧元对美元已经累跌约2% 根据高盛的预测 到今年底 欧元对美元可能会达到1.10 未来12个月内升至1.15 虽然看起来有点希望 但如果真的跌到0.97 那可是如同失恋般 让人心碎 而且高盛提到 中国的政策可能会对美元造成下行压力 哇 这个真是个意外的转折 如果中国的刺激措施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超过预期 美元可能会面临下行风险 这真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变数 眼下的会市 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大家都在紧盯着大选结果 心情忐忑 真是让人坐立不安啊 希望我们都能在这场噩梦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白日梦 不然可就真的欲哭无泪了 最后我们来聊聊 新能源车出海的那些事 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新能源车企们纷纷意识到 不出海就等于出局 可这出海的路上 可不是阳光灿烂 一帆风顺 反而像是在走 冰与火之歌的旅程 时而冰冷刺骨 时而热情似火 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数据显示 今年前9个月 中国的乘用车出口 达到了363.3万辆 增长了28% 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 更是占了四分之一 92.8万辆 这真是个好消息 然而出海的车企们 却面临着重重挑战 让人不禁为他们捏把汗 在广交会上 开卧新能源汽车的副总经理张飞 分享了他们的出海经验 几年前 他们推出第一台新能源车时 就把重心放在海外市场 毕竟国内的竞争太激烈了 就像在刀尖上跳舞 最初 他们选择了欧洲市场 觉得那儿是一片蓝海 结果没想到 现在欧洲市场已经变成了红海 竞争的让人喘不过气 而且 最近欧盟还在酝酿 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 张飞无奈的说 如果增加上去 进口关税可能会超过40% 这对他们的经济型新能源车 简直是个致命打击 利润空间瞬间被压缩的无影无踪 哎 这让人怎么不心痛呢 不仅仅是欧洲 美国 加拿大 也纷纷宣布 对华电动车加征100%的进口关税 巴西 土耳其等国 也在不断加税 贸易保护主义的阴云 让车企们的出海之路 变得更加艰难 哎 真是感叹 国际局势风云变换 车企们的出口之路 如同走在钢丝上 稍有不慎 就可能跌入深渊 不过 面对这些挑战 车企们也在积极寻找出路 比如 广汽集团已经开始在海外建厂 采用整车出口 加本地化运营的模式 这可真是个聪明的选择 他们在非洲 东南亚等地 建立组装工厂 既能降低成本 又能带动当地就业 真是一举多得呀 而开卧汽车 也在调整出海战略 转向 SKD 半散件组装 模式 寻找当地合作伙伴 共建产能和供应链 真是灵活应变的好办法 在广交会上 来自墨西哥的采购商楼SG VARDO 对中国的电动车赞不绝口 表示 如果更多中国电动车 能进入墨西哥 那可真是方便了 不少工人的通勤呢 看来 新能源车在新兴市场的潜力 真是不可小觑啊 所以说 虽然出海的路上困难重重 但车企们 却依然在不断探索新的出路 真让人钦佩 只要他们能灵活应对 抓住机遇 未来一定会迎来 更加光明的前景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哦 金融界的两个大佬 摩根大通和高盛 这次可真是闹得不可开交 摩根大通就像个积极向上的乐天派 满怀信心地认为 未来十年 美股会像打了鸡血似的 尤其是在科技和AI的推动下 企业的利润率将飞速飙升 相反 高盛却像个悲观的父母 担心标普500的好日子 已经到头了 只给出了3%的年化回报预测 两家投行的预测差异 大的就像是一个说 今天阳光明媚 另一个却在准备打雷下雨的装备 而这份摩根大通的报告 更是像给投资者 撒来了一地的馅饼 什么年化回报率6.7% 科技行业金矿 私募股权9.9%的预期回报 听得投资者都快流口水了 不过 尽管如此 摩根大通也不忘提醒大家 投资的路上别被眼前的美好 蒙蔽了双眼 要是把标普自1957年成立以来的平均增长率 11%搬出来一对比 立刻就像是考试没考满分 总觉得差了那么一口气 而在固定收益资产方面 摩根大通简直像在说 债券也不错 但你瞧瞧那些股票 谁能不心动呢 当然 另类资产这条路 摩根大通都快给你铺上了红毯了 9.9%的私募股权预期回报 8.1%的房地产回报率 真是让人觉得投资得眼冒金星 不过 投资者们可要小心了 未来的投资市场就像一盘大棋 步步为营 才能走得长远 再看高盛的预测 如果特朗普当选 欧元就要倒霉了 这个预测像是一出惊悚片 悚的人心里一阵阵发毛 特朗普的高关税和减税政策 简直就像好莱坞大片里的大反派 横扫一切 欧元可能贬值超10% 搞得会事就像个大熔炉 谁都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 高盛的这个预测 让人不禁想问 欧元是不是该抱紧美元的大腿了 不过市场上的不确定性 可不止这些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 就像是给新能源车出海 加了个风火轮 看看那些车企们 出海的路上 真是酒区十八弯 先是在欧洲市场 以为捞到个蓝海 结果没想到 最后成了红海 竞争的让人喘不过气 再加上欧盟 美加等 国家的加税政策 简直就是给新能源车的 出海之路 加了个高压锅 让人无法喘息 面对这些困境 车企们倒是灵活自如 开始向新兴市场进军 还搞起了本地化生产 广汽集团在非洲 东南亚建厂 开卧汽车转向 SKD模式 这些策略看似复杂 却可能是出海破局的关键 这不仅能降低成本 带动当地就业 还能让新能源车 更容易融入当地市场 总而言之 摩根大通和高盛的这场嘴仗 特朗普与欧元的噩梦 新能源车出海的种种挑战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不过市场的未来究竟如何 还得靠聪明的投资者们 去摸索和应对 记住 无论风浪多大 都要稳稳掌舵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